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学习 无诸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门闪烁海》 闪烁海当中 现在将受持菩提心的前行 身心 后行当中宣讲前行 前行里面讲七支供当中 皈依已经讲完了 供养已经讲完了 那么现在讲的忏悔 忏悔通过四种对治理的方式 来给大家宣讲 这里所依对治理当中 第一个问题 也叫做皈依共同三宝 就讲这个问题 昨天我们前面的颂词里面 已经学习了皈依佛 皈依佛的偈颂已经讲完了 今天紧接着讲 皈依佛法和皈依身中 如是已皈依 能处轮回补 我佛所无语 即菩萨身中 他这里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同时 不但我们前面讲的 皈依佛陀 同时也皈依轮回当中的 一切部位 就是在三恶趣里面的 地狱的汗热痛苦 饿鬼的饥饿痛苦 唐僧的仪食痛苦等 整个三界轮回的 所有这些痛苦的部位 全部遣除 能遣除的 这样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所了护的正法 这个正法我也要皈依 同时 我要皈依大乘菩萨的身中 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已经皈依了佛陀 那么今天同时也讲了 皈依佛法 皈依身中 当然前面也已经介绍过 皈依三宝 那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为什么前面已经讲了 一个皈依三宝 这里又讲一个皈依三宝 难道没有重复的过失吗 可能会这样想 实际上没有重复的过失 因为我们前面 从重的方面来讲的 皈依三宝 是从重体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这里从别体的角度 或者是从别相的角度来讲的 那别相的角度 宣讲忏悔 忏悔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皈依三宝 不能缺少的 如果我们要依靠一切诸佛菩萨 一切佛法 一切僧众来忏悔 自相续所造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所以我们前面是 从重的角度来讲 这里应该从别的角度来讲 不会有重复的过失 应该这样理解 那这里所谓的皈依佛法和 皈依僧众是怎么理解呢 当然大体的意思上 跟前面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们在这里 所谓的佛法 前面也讲过 可以分为教法与正法 教法按照无垢光尊者的分法 应该分为因法和果法 比如说 因法的三藏十二部经典 属于是因法的教法 然后今十部 心部 续部 也就是说 所有密宗的续部 那么我们教法当中的果法 可以这样讲 然后所谓的正法 我们前面也讲了 我们凡仆人的相续当中 生起的信心 恭敬心 大悲心 空性正见等等 乃至凡夫以上的 所有五道十地相续当中的 这些境界都叫做正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不仅是归于佛陀 也同时要归于 释迦牟尼佛所了悟的 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是在 印度金刚座获得大吃大悟的时候 也说了 我已经获得了 犹如甘露般的妙法 这样的甘露般的妙法 就是我们所皈依的对境 所以我们前面也讲了 什么叫做皈依法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从现在开始 乃至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法 我的所作所为 全部是以佛法来操作 不离开佛法的标准 这样的一种发愿 这样的一种决心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皈依佛法 那么这里的僧众 当然我们下面也讲了 八达菩萨为主的 一些大乘僧众 主要是大乘从一地菩萨 到十地菩萨之间的一些相续当中 证悟了 人物和法无物的 这样的菩萨僧众 我们尊力作为皈依的对境 为什么他们作为皈依的对境呢 因为唯有他们 才能在轮回当中 依靠他们 才能在我们轮回里面离苦得乐 也就是说 远离现在的 恐怖的轮回 而且将来一定会获得了 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如果我们获得了 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那么我们自相续当中 不可能有轮回的各种 过患 染污 痛苦等等 这些烦恼琐舍的一切有漏法 不可能存在的 这样一来 我们对众的来讲 皈依佛法 皈依僧众 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以前有些大道 也是这样讲的 佛与佛法僧报 与解脱者的所益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三宝 只要想解脱的人 就是他的所益 真正你想获得解脱的话 那皈依三宝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你皈依了三宝以后 从此以后不用怕轮回 因此我们的心里面真的 如果没有破三宝的这种皈依结 那么这个人 是不会堕入恶趣的 所以前天我们也引用了 《日常经》的教证吧 实际上也就是说 不会堕入恶趣 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 修行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所谓的佛陀 实际上也是显现 现在我们对 皈依佛法的过程当中 真正的三宝 在有时候 比如说所谓的佛陀 现在也并不是显现在我们面前 但实际上所谓的佛像 佛像也实际上就是佛陀 以前在《百莲花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教证 就是 化为众多佛像业 利益众生领行善 意思就是说 当时的佛陀 他就化成各种各样的 塑造的像 描绘的像 很多的佛像和菩萨的像 然后让利益无边的众生 而行持佛法 所以我们在汉地 不管哪一个寺院当中 都有佛像 有了佛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礼拜 一定要以恭敬地去礼拜 非常有必要 现在有些人对佛像 可能也有一些恭敬心 但是有时候不太明白吧 在佛经上或者佛像上 顺便践踏 跨越 这样是不合理的 这一定会损害皈依界 以后我们不管是在哪里 看见僧众的时候 对僧众一定要恭敬 包括他的座位 一个出家人坐在下面 然后在家人坐在上面 这是不允许的 很多地方 对出家人的恭敬还不足够 基本上觉得 好像出家人跟在家人 地位上是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从我们人佛像的角度来讲 地位是一样的 但是的确是有些人 已经看破了世间 穿上了袈裟 所以你对出家人 一定要恭敬 尤其是你皈依了三宝 所有的出家人 所有的佛像 所有的佛经 包括一些垂片三宝的蚊子 佛像这些以上 你应该顶打 恭敬 放在一些干净的地方 不能顺顺便便 上面踩着 有些人现在看经书的时候 对经书一点都不恭敬 经书放在很不干净的地方 或者是它放在 一些世间的杂树里面 或者在自己的窗下面等等 有许许多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 你既然皈依了佛陀 那么一定要如理如法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不如法 依靠三宝 而造了很多的恶业 就这样不合理 我们作为一个 皈依佛门的佛教徒 应该是按理来讲 时时刻刻都是要碎炼三宝 要观想三宝 如果实在没办法 最起码最低的要求 一天当中要睡念一次 这一点是不能缺少的 无光尊哉的《大圆满信息修习》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皈依了佛门以后 那你一天当中 至少也是要一次忆念三宝的功德 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要求 有些修行比较好的话 你不管是到哪里 行之作物 一切威仪和一切行为当中 就经常顺炼三宝的功德 但是这一点 实在是做不到的话 我想一天 顺炼一次 一念一次 这一点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因此这一点 大家也应该值得重视 当然我们所谓的皈依三宝 在究竟的意义上 能皈依 所皈依 皈依的方式 全部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佛陀在《宝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告诉徐佛陀 何人不愿佛陀 何人既不愿佛陀 也不思佛法僧众 则真实皈依 佛陀在《宝若经》当中 这样讲的 任何一个人 如果他不愿 所愿的愿 不愿佛陀 所谓的佛也是没有 法和僧众 也没有什么可思维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真正的皈依 这是最究竟料理的角度来讲 当然所谓的三宝 全部都是远离一切细论 全部都是一种 显空双云的本体以外 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皈依三宝 也是一种执着相 但是所谓我们初学界来讲 有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绝对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首先也应该是 按照《水炼三宝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进行皈依三宝 也是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种功德在世俗当中来讲 的确是得到的 确确实实是 每一个人获得这样的功德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应该 我觉得需要两个方面注意 第一个 自己应该心里面再三发誓愿 哪怕是遇到 再怎么样的违缘 我就永远 也就是说 生生世世不舍弃三宝 连生命危险 也是不舍弃三宝 这一点我希望每一个人 应该发持内心的 应该从心看胜处 有一个决心 这一点很重要 这样以后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会飘飘悠悠的 我们现在有些看见一些佛教徒 表面上说是佛教徒 实际上在我的眼目当中 这些人不是佛教徒 为什么呢 对三宝恭敬心一点也没有 三宝的学处戒律 什么都不懂 从来都是不念 什么皈依戒 不随念三宝 那这样是什么 叫做佛教徒啊 连世间上任何一个团体 他也是有一个他的意识 世间上任何一个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他自己认为 我已经皈依过 皈依过 但是他的皈依并不是真实的皈依 应该是假皈依 那么我们不愿意当一个 假象者吧 你如果真正想当一个 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 最基本的 对三宝有恭敬心 自己心里面也是 永远不舍弃三宝的这种决心 应该具足 这是我对每一个人希望 你如果真的要 想当一个三宝弟子 就一定要这样的决心 当然有些人 他不愿意学佛 这一点我们不会强迫的 所谓的宗教呢 现在世间上 有这么多的宗教 有些人对佛教对他有利 有些人佛教不一定对他有利 其他的宗教对他有利 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承认的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人 全部都要学佛教 没有这个要求 这个也显示不了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 要当一个三宝弟子 你最好先学一学 先看一下 有些人都这样说的 诶 这个皈依三宝的东西很简单 你不要给我讲一些 皈依的东西好不好 你最好给我讲一些大圆满 大受盈 马上获得成就的法 我才愿意听 其他简单的 这些技术的法门 我不愿意听 我基本上知道 但我觉得这种人 一点都不知道 不要说基本上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他可能想得特别简单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有时候想得特别幼稚 特别简单 就觉得马上成就 马上飞向 飞越天空当中 马上开天眼等等 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认为好像所谓的佛教 有一种特异功能的作用 根本不知道在整个世界的 所有的知识当中 就是佛教的这种殊胜心 这方面他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 想得太简单 如果你想得太简单 最后可能会失望的 因此你们也不要 觉得特别简单 尤其是皈依 我觉得是 以前印度的一些大班智大 都是对皈依经过长期的研究 经过长期的学习以后 才能在自相续当中 大哈稳固的基础 所以我们这些人 只有在世间上 有一点点的学问而已 实际上对出世间 一无所知的人 我觉得对所谓的皈依 不太懂的 不会特别的了悟 这样一来 第一个希望 大家自己一定要 如果你当一个佛教徒 应该当一个真实的佛教徒 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第二个希望 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如是大 所以我前两天也讲了 你自己身边的 你自己的父母也好 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 或者同事 那么这些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 能不能让他皈依佛门 这一点大家应该值得下功夫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让他们真正皈依佛门 那对你个人来讲 你的一辈子当中 你对佛教的贡献 也是很大的 然后你自己来到人间 我觉得不是白费 不是白赖 可以说 你真正是 如果一个人 以前都是对佛教 不但是不信佛教 而且还有怀疑 成见 邪见等等 但是后来通过你经常的一些劝说 慢慢地归于佛教 那我觉得你的这一生 应该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这次 学习《入菩萨行论》的道友们 以后在你的一辈子当中 当然你不一定是 今天我这样说了以后 你明天马上要找一个弟子 马上想办法 可能也对你来讲 有点困难的 但是你的有生之念当中 你发愿能不能 每一个人都花一个人 包括你的父母也好 如果实在不行 有一点钱 你给钱让他皈依 实在不行 不过有些乞丐 怎么样也是 他的缘分没有大 给多少钱 他不皈依 以前有这种现象 通过财产也好 或者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 能不能让他皈依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看看在一生当中 找到一个人获得皈依 也可以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我身边的这些人 太刚强烂化了 实在没办法了 我以前也说过好几次 他们根本不理我 那我现在不可能告诉他们 也不能这样 因为我们佛陀的传记当中 大家也知道 佛陀为了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种下解脱的种子 花了多少个时间 你们可以看一看 佛陀的这些故事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也需要这样 每一个人都这样下功夫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为了利益众生 第一次不成功 我想第二次给他说 第二次不成功 第三次 这样也许在一个人的身上 花了几十次 或者一百次的时候 可能这个人也是逐渐逐渐会 哎 你天天都这样劝我的话 那我就可以嘛 也可以啊 可能会 终有一天会这样答应的 如果答应的话 我觉得真的对他来讲利益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人 都可能不一定理解 我今天给他供养一些教持 供养一些养房 这样他高兴得不得了 你看我的什么女儿 我的父母 给我如何如何的好 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财产 但我们让他皈依佛门 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应 没有什么感觉 他不一定感觉 但实际上对他的利益 远远超过了有漏的财产 即使我们给他一个王位 一个国家总统的地位 我赐给他 实际上对他来讲 不一定有利的 如果我们真的让他皈依佛门 对他来讲利益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有些年轻人 你对父母要好的话 很多人想 哎 我父母对我如何如何的好 我现在一定要赚钱 想办法要给他弄房子 他的晚年过得很美好 很多人有这种愿望 但实际上不管怎么样 他的晚年都是肯定 很快地他要离开人间 过得再好也是可能 享受不了很长时间 但是你最好在他临死之前 趋入佛门 趋入佛门的话 我觉得是对你的父母的责任 你对你的家庭的责任 应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方面希望 我今天提两个希望 一个是你自己皈依佛门 以后不要半途而非 中间今天好想学佛 明天不想学佛 把它当作一种形式 不要这样的 你要当一个佛教徒 应该是可以的 有些人 像我现在工作不方便 我现在可能 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有些人士的 包括学《入菩萨行论》里面的 有些征服官员 应该说他的地位 各方面来讲待遇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相当虔诚的 他虽然不能特别地公开 但是在秘密应该学的是 远远已经超过 我们现在有些小官员 有些位置不是特别高 怎么说啊 他心里面的顾虑 那种优异特别大 我们平时在寺院里面 也是有些真正大的领导来的时候 他在佛像面前干磕头 念经 发愿这样的 有些小领导特别害怕 害怕他自己的位置靠不住 或者有这种感觉 其实你们我是这样感觉的 真正信佛教 不管是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政策 不会违背的 为什么呢 我们佛教当中 以前有一个大德这样讲的 我们的佛教 完全是利益众生的 利益所有的众生 那么这样 你不管是白种人 黑种人 黄种人 什么样的人类 都不得不接受 因为佛教的精神 就是利益众生的 你们也想一想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的 没有任何条件的 利益一切众生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我觉得任何国家的政策 也是不会限制的 真正的一些佛教徒 在有些规障制度当中 也是不会违约的 所以你们有些领导 也不要特别的怕 你如果该怕 不要贪污人们的血汗 你这一点 一点都不在乎 然后你天天赌博 天天搞一些非法的活动 这一点你一点都不怕 你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学佛 变成一个善良的人 认为国家不同意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你如果变成多少个人善良 这一点应该是不会害怕的 以前有一个法师 他说 我们的国家害怕我不讲经 因为我讲得越来越多 不管学校也好 监狱也好 还有其他任何一个部门 善良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国家的领导 害怕我不讲经 有一个法师给我们这样讲过 的确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 学佛法的人越来越多 应该对整个社会 越来越平静 因为杀害众生的人 偷盗的人 或者强盗等等 这些恶人越来越减少 越来越减少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自然而然会稳定的 很多方面 不会有很多的耽误 所以我们有些学佛的人 不需要耽误的地方 有些可能会有各种顾虑 我觉得没有必要 好 下面我们讲下面的颂词 下面这个颂词呢 因为我们有些人特别害怕 三恶趣的痛苦 极其的恐怖 那么将自己的身体 为了忏悔 将自己的身体 供养大愿普贤菩萨 同时也将自己的身体 供养给文殊十里菩萨 意思就是说 下面将自己的身体 供养给所有的 十方诸佛菩萨 他这里代表性的 也讲了一些菩萨的名称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有八大菩萨 一般来讲 我们先戒第四佛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分大乘和小乘 小乘的这些教法 十六阿罗汉 就是阿罗汉经常护持 包括南赞布珠 百居六珠等 整个世界上 让他不隐瞒而兴盛 这方面由十六大罗汉 来进行护持 所以我们经常祈祷 十八罗汉或者十六阿罗汉 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 释迦牟尼佛大乘的教法 全部是用八大金字 也叫做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也在护持 让他不隐瞒而进行兴盛 那么我们祈祷八大菩萨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永远注释 有这样的一种缘起 所以我们作为 忏悔业障的一些修行者来讲 不但是在佛陀 佛法僧众面前进行忏悔 所以三宝面前忏悔 而且特别的忏悔 在八大菩萨面前进行忏悔 所以我们平时 不管是放生也好 或者做超度也好 经常要念诵八大如来 和八大菩萨的名号 有功德特别大 那么他这里讲 首先我们众生特别害怕 在自己堕入善恶局 为什么呢 我们在有生之念当中 也造了很多的恶业 自己能忆得起 忆不起的很多恶业 已经造过的 那么我现在一定要忏悔 忏悔的话 并不是口头上说 我要忏悔 我要法禄忏悔 不是这样的 应该才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忏悔 内心深处忏悔的话 我们最执着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身体 受用 善根这些 那么所有身体为主的 自己最执着的 最惦记的这些东西 先供养普贤菩萨 那么普贤菩萨 大家都知道 一切诸佛菩萨的发愿 发愿就是聚会一体的 这样的一种大菩萨 如果我们想自己的 所发殊胜的愿要得以实现 一定要祈祷普贤菩萨 所以在《华严经》当中 经常宣讲普贤菩萨的普贤心愿品 普贤菩萨的一些 发愿的境界等等 那么我们如果一心一意 祈祷普贤菩萨的话 在我们所发的 这种誓言会圆满的 当然八大菩萨 按照麦彭仁波切的《八大菩萨传》 这里面都讲了 每一个菩萨都不供他的加持力 可以这样说 比如说文殊菩萨 诸佛菩萨的智慧 观音菩萨 诸佛菩萨的大悲 当然从法界的本体上面来讲 一切佛菩萨都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在众生面前 显现的时候 应该每一个菩萨 他的发愿力不相同的 就像我们世间有些人 他是物理方面的专家 有些人他是从 电子科技方面的一些专家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菩萨的话 有些我们要祈祷 这个普贤菩萨的话 那么我们从发愿方面 能得以实现 有这样的 不供的加持力 所以以前汉地 有一个叫做 十德禅师吧 十德禅师 当时汉山同世的时候 他也是人们共乘的 一种普贤菩萨的化现 当然从他的传记里面看 它也是有特别稀有的一些故事吧 比如说他在寺院里面 当相当师的时候 有时候他就显现上 骂一些菩萨 佛像这样的 有时候他把僧众的一些财产 供养给汉山等一些其他人 有时候 寺院里面的一些粮食 被一些菩萨吃完了以后 他就开始 惩罚护法师 在护法上的身体上 也会出现痕迹等等 有时候有一次 有一位讲戒律的法师吧 他正在讲戒律的时候 当时使得他要牦牛 他在要牦牛的时候 他一直笑着别人的讲经说法 当时他特别的不高兴 说我现在正在传法 你为什么这样 他就讲了几个颂词吧 意思就是说 无有嗔恨心 所谓的戒律 应该是叫心经 心经即使出家吧 当时人们 因为人非一个高僧大德这样 他当时住世的时候 别人也是有时候不理解 看不准 但后来他在牦牛当中 他说 这个前世是什么什么的 转世给我站出来的时候 白牦牛站出来 然后前世是广草给我站出来的时候 一头黑牦牛就出来了 所以当时他们这一群牦牛 实际上当僧众的知识缘的时候 也享用一些身材 最后变成牦牛 所以对牦牛直接说话 这样的菩萨再来 当时他的这四个 佛教的 我原来在《黎土教义》当中 也引用了一些 汉山和石德的一些十个 就写得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 也有一些普贤菩萨的画像 但藏传佛教里面 没有听说过是普贤菩萨的活佛 现在还没有听说过 汉传佛教里面 还是有普贤菩萨的活佛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 大德面前发愿也好 或者是平时 真实的普贤菩萨 就是在我们画像上也好 在照片上也应该这样发愿 这样发愿 实际上就是形成普贤心愿品 可能过一段时间 堪布也给你们讲普贤心愿品 实际上我们经常发这种愿 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的身体 还要供养大致文殊菩萨 那么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文殊菩萨 实际上以前在 有一个经典当中 我们的很多佛陀 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很多佛 就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的 所有诸佛菩萨智慧的总体 当然文殊菩萨在 包括《为摩切经》 《大积极经》 很多经典当中记载的 也是不相同的 当时按照我们藏传佛教的 有些历史来看 所谓的文殊菩萨 释迦牟尼佛涅槃 释迦牟尼佛涅槃 过了四年以后 在文殊菩萨以童子的形象 来五台山讲生的 就是文殊菩萨在五台山讲生的 有这样的历史记载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可靠的 现在我们所有的 拉萨出来的这些日历 日历前面首先是 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圆寂的 然后文殊菩萨是什么时候讲生的 有这个历史的 释迦牟尼佛 于圆寂的这个节日 当然是现在 佛教联合会他们所制定的 如今人们共成的 今年是两千五百五十年 对 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算也可以 或者现在我们按照 十能金刚的计算 普八派 普八派的话 释迦牟尼佛圆寂 今年应该说是 两千八百八十六年 应该这样算的 那么文殊菩萨也有这种说法 在五台山讲生的 过了四十四年以后 应该是两千八百四十二年吧 在那个时候 在五台山讲生的 原来我们去朝五台山的时候 罗侯罗寺院里面讲生 有很多五台山的山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汉传的一些历史当中 在公元前大概六十年 文殊菩萨在印度 一个婆罗门家庭转世 名字叫做 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德凡 然后从母亲的游戏 讲生的 所以当时讲生的时候 也出现十种瑞相 所以叫做妙吉相 也有这种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文殊菩萨的化现 汉地也是非常多 藏地也是非常多 比如说汉地 人们在传说当中 像强龙皇帝 孙智皇帝 还有康熙皇帝等等 也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那么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有很多大德 像麦芬仁波切 全知无故王尊者 宗喀巴大师等等 也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像国王持中得争 也文殊菩萨的化现 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自己应该在这样想 大致文殊菩萨面前 将我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去供养 当然我们现在 像文殊菩萨的道场 普贤菩萨的道场 中国四大名山这些方面 如果你有机会去操 我觉得拍一点照片 或者是观光旅游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那么这个地方是 这位菩萨的道场 那这样的话 我一心一意地祈祷 祈祷在临终的时候 你们现前 不要让我感受恶趣的痛苦 所以自己内心当中 发殊胜的愿 这一点作为佛教徒来讲 是的确相当重要 如果我们有机会 操这些身山 应该从内心当中要发愿 以前华智仁波切也讲过 为了女友而操身山 为了享受安努而 住在寂静地方 那表面上看来行持善法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在念缘歌舞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 所以现在的有些人 表面上看来 我要去操山操山 但是你真的去到山上的时候 从来都是不去发愿 这也是不太合理的 应该我们好好地 发愿很重要的 那么这是所谓的 大致文殊菩萨面前讲 显上我们自己的身体 就是这个意思 同时下面也是讲 观世音菩萨面前 显自己的身体 祈祷观世音菩萨 他这里也是讲了 我们作为具有痛苦的这些人 应该尽力地呼唤 有这个碍民的痛苦悲悯的生涯 来再三地祈求 祈求是谁呢 不灭大悲心 他的所有行为 悲心 全部都没有一点 愚昧无知的杂染 全部是以大致大悲心的行为 这样的观世音菩萨 所谓的观世音菩萨 从发心的那天起 一直到最后佛陀之间 全部是用大悲心 来灌待一切众生 那么所有世间上的众生 遇到一些苦难众生的护注 所以我们经常讲 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 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 面前我们也应该 再三地这样祈祷 祈祷什么呢 就是我这样罪业僧众的人 一定要你来救护我 一定要不要 让我堕入善恶趣当中 感受无量的痛苦 观世音菩萨 应该大家也知道 在印度 以前有些历史书当中 这样讲的 印度和藏地 汉地观世音菩萨 大家公认的有四个道场 在印度 叫做不丹罗加山 《华严经》当中也是有记载的 而藏地人们共乘所谓的 波达拉公式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有这样的说法 在汉地来讲是普陀山 汉地普陀山 十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以前有一些历史当中 当时乾隆皇帝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佛教的信心不是很足的 他去了普陀山 普陀山的时候 第一次他看见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出家人 出家人开始搞一些赌博 做一些不如法的形象 他心里面特别不满意 想惩罚他们 惩罚他们的时候 他的母亲告诉他 不能害出家人 不要这样做 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看见这些不如法的现象越来越多 当然历史上是有详细的记载 我这里世间关系不说吧 然后他又想惩罚他们 后来他母亲也不让 第三次去的时候 有时候一些出家男女混在一起 搞各种各样的一些 比如说出家人 搞各种各样不如法的一些活动 当时成龙皇帝 一方面也是不高兴 一方面想给他们一起赌博 把他们全部搞赌 然后皇帝跟这些出家人 一起赌博 赌博的时候 自己全部都 自己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赌给他们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 把自己的王冠也给个和尚 然后自己的龙袍 也给个一个人 最后作为一个皇帝身上的全部 标志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以后当时他身边的这些官兵 非常的不高兴 他们马上围起来 准备抓这些和尚 抓这些和尚的时候 这些和尚特别害怕 大家都跑来跑去 最后全部入到殿堂里面去了 殿堂里去了以后 大家一去看了 看了以后 有些阿罗汉 殿堂里面的阿罗汉戴着王冠 观世音菩萨 他身上有龙袍 后来才完全知道 刚才这些和尚的现象 全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从此以后 乾隆皇帝的信心大大的增加 然后他一生当中对观世音菩萨 是非常有信心的 也有这样的历史 像龙皇帝经常遇到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也是 不管是看见外面 有些在家人看见 这个出家人不如法 那个出家人不如法 好像认为自己是非常如法 所有的出家人都不如法 虚实作为一些在家人 最好不要看很多出家人的过失 有些人真的不好说 你表面上看 有些可能吃肉 喝酒 或者一些各种不如法的行为 实际上是不一定能撤斗 只要是看见佛陀的袈裟 有了佛陀的袈裟 你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皈依经 这样对待的话 其实你没有任何危害 只有得利益 因此经常说一些 尤其是南方 有些城市里面 有些城市的人有差别的 有些城市里面的人 特别喜欢说一些出家人的过失 好像在他们的眼目当中 除了出家人以外 没有坏人一样 整天都在讲出家人的过失 这样不太好 你们作为在家人 你自己出家的勇气都没有 你应该佩服他们了 好 就不说了 我就想起有些居士 想说他们 他这里也这样 同样发自内心地呼唤虚空藏菩萨 祈祷虚空藏菩萨 又祈祷地藏王菩萨 还有弥勒菩萨 初盖藏菩萨等等 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的八大菩萨 都一一地祈祷 祈愿你们这些菩萨们救护 我们这样想 作为《虚空藏菩萨》 《虚空藏经》当中 宣讲了一些 虚空藏菩萨的功德 实际上虚空藏菩萨 我们初学者 尤其是犯了大乘菩萨戒的人 一定要祈祷虚空藏菩萨 虚空藏菩萨的加持 他的力量 让我们从犯戒的过犯当中 获得解脱 然后大致地藏王菩萨 大家也应该清楚 《地藏十论经》当中 已经主要宣讲了他的功德 那么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满足众生的愿 比如说我又想获得发财 祈祷地藏王菩萨 就马上获得这种利益 我想获得了圣观 获得了一些平安 什么样的愿望 任何一个众生有什么样的愿望 那么我们祈祷地藏王菩萨 会能得到这个愿望 所以所有的 地藏王菩萨和虚空藏菩萨为主的 其他的十方当中 所有的菩萨面前 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 并不是磕头上 从外表上 不是这样的 从内心当中应该祈祷他们 祈祷他们以后 自己内心当中也想 我无始以来 即生当中 造了很多的罪业 这些罪业一定要让你们这些大菩萨们 给我救护 得以清净 尤其是我们密宗的 一些听闻解脱法当中 一直专门祈祷一些大菩萨 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死了 人死的时候 在他的耳边应该多念一下 阿弥陀佛的名号 同时也应该念 八大菩萨的名号 如果我们念诵八大菩萨的名号 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凡是结缘的众生都得以解脱 因此八大菩萨 他也包括在《寂静四十二尊》当中 下面 他这里同时 也皈依金刚树菩萨 那么金刚树菩萨 怀着嗔恨心的这些眼罗施主 他们看见 金刚树菩萨的时候 他们也是四处逃窗 四处逃跑 都特别害怕 所以在我们一切诸佛菩萨的力量 集聚为一体的就是金刚树菩萨 按照我们显宗的观点 《大势之菩萨》 显微愤怒相 这是金刚圣菩萨 按照密宗的观点 那么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所宣说的密法的积极则 也就是说 金刚树所有诸佛菩萨的智慧 智慧融入一体 变成金刚的 这样一来 不管是显宗还是密宗 我们出现一些违缘的时候 祈祷金刚树菩萨 那么所有的违缘 全部会效益发解 所以我们平时 祈祷金刚树菩萨能遣除违缘 遇到一些修行当中的障碍 或者是在我们中阴神的时候 特别可怕的一些眼罗族 就集聚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心里面想得起来 金刚树菩萨的名号 所有的违缘全部会遣除 平时我们所谓的金刚树菩萨 三大护咒之一 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金刚树菩萨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祈祷的 祈祷金刚树菩萨 有这样的能力 不仅是金刚树菩萨 有这样的加持 莲花生大师的名号 莲花生大师的信咒也有如此的功德 以前我们《极乐愿文》当中 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一个叫做根树菩萨 有一个人 他当时准备 他也是一个猎人 他准备杀藏子的时候 旁边出现一个人凶 把他压在下面 当时他特别的害怕 他马上祈祷莲花生大师 祈祷莲花生大师的时候 这种恐惧马上就没有了 就马上没有 所以我们有时候 对诸佛菩萨的祈祷 非常的重要 对金生也好 来世也好 对诸佛菩萨的祈祷 还是很重要 比如说 以前有一个人 有一个妇女 她祈祷观世音菩萨 她已经念了 三亿多个欧玛尼巴美红色 然后她同时也念了 十万个度母赞颂文 后来她梦见 有一个妇女出现在她的面前 给她给了一个蓝色的衣服 她根本不知道 这是度母的花生 然后后来又出现一个人 给她白色的衣服 她也不知道白色的衣服 还有一些水晶莲珠 她也不知道 这是观世菩萨的花生 但是后来通过她的信心 通过她的经济力 这个人一生当中 都获得成就了 所以我们平时 自己最有信心的一个菩萨 或者佛陀作为自己的本尊 经常念诵她的信咒 比如说有些人把自己本尊 当作观世音菩萨 一辈子主要 修观音法门为主的 然后有些人对文殊菩萨 有特别大的信心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霸 大概在八七年的时候吧 当时全学院的人都要求 主要修文殊本尊 然后每一个人要求念一一遍 《布什金刚萨埗》 是文殊菩萨的星座 欧马阿拉巴赞拉底 当时很多眷属 带到五台山以后 要求大家也这样发愿 所以每一个人一辈子当中 最好是自己有一个本尊 这个本尊 如果一些其他的上师认定也可以 或者自己觉得 是对自己哪一个菩萨 哪一个佛陀有特别大的信心 那么自己可以宣定 然后从此以后 自己一心一意地念诵他的心咒 这样的时候 你到了临终的时候 他会出现的 你到了中阴的时候 也会出现的 即使你转生到三恶趣里面 感受痛苦的时候 所谓的本尊在那个时候 会以不同形象来出现 而救度你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 就像我们世间要读书 你要选择一个 很好的老师一样的 我们现在轮回当中 无依无靠的 自己为什么要选一个本尊 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你有固定的 这样的本尊 你经常祈祷他 遇到了什么违缘痛苦的时候 也经常会祈祷他 所以我想 我们所谓的选本尊 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有很大的利益 总等来讲 金刚朔菩萨实际上 不管是显宗还是密宗 所有的一些大威猛 大愤怒的形象 因此我们也时时刻刻祈祷 当我们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所有的 包括言诺的 你看中阴的时候 有各种形象 昨天前面所讲的一些地狱里面的 种种一些鬼神 罗刹 千塔坡等等 有各种众生现象 当忆念金刚朔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悦族们 全部都金黄师说 跑到别的地方去 本来那些悦族们 特别的傲慢 然后金刚朔菩萨一出来的时候 全部就跑了 下面讲的是如何皈依啊 讲如何皈依 那么怎么样皈依呢 我们应该这样想 我们深深地察觉到 以前我们已经违背了 诸佛菩萨和 上师们的一些言教 那么即生当中才发现 现在才发现 发现以后 我们现在特别的害怕 所以从现在开始 应该一心一意地 皈依三宝 所有都释放诸佛菩萨 从此以后 再也不造这样的罪业 希望你们一定要 遣除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恐怖和一些轮回的痛苦 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应该这样忏悔 一方面忏悔 一方面发誓言 当然诸佛菩萨有什么样的教言 我们怎么样违背过呢 佛陀亲自来到我们面前 要求你不能这样做 这样都没有说过 但实际上佛陀和上师们 给我们已经宣讲了教言 比如说诸佛摩作 诸善奉行 自尽其一等等 那么我们如理如实地 做到没有 肯定没有做到 再加上我们在上师诸佛菩萨面前 受了别解脱戒 菩萨戒 密承戒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受持过程当中 也没有好好的受持 所以我们现在一看 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惭愧 佛陀告诉我们 行持善法 但我们并没有行持善法 没有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行 也没有如理如法的 受持皈依戒 发菩提心 没有这样做 而且我们不应该做的一些 造恶业方面的事情 做得相当的多 这样一来 我们自己就特别的愧疚 特别的惭愧 在诸佛菩萨面前 虽然发过愿了 但是的确是 我们没有如理如法的 如果我们这样下去 我们肯定会堕入善恶趣当中 特别的害怕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从内心当中 要皈依三宝 从此以后再不造这样的恶业 这一点也需要 一个大的誓言 比如说以前藏传佛教当中 有一个叫做保贤医师 人情长我意思 他在晚年的时候发决心 他说 我闭关在闭关的门槛上写 如果我在一刹那间当中生起来 贪念当世俗的念头 请所有的护法神来惩罚我 垂碎我的头脑袋 这样说的 那么在护法神面前都是以这样 发这种誓言而下决心 所以他后来十年如一日的闭关 最后圆满地获得成就 在汉传佛教当中 像以前梁无地为了执政国家 当时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 后来他就醒悟过来 反省自己的一生 最后他也是在三宝面前发誓愿 他说 我从此以后 再不做任何非法的事情 我天天果物不食 应该受持果物不食 再加上不吃任何众生的肉 他如果我没有这样做 请所有的护法神惩罚我 我早一点离开世间 他当时也这样惩罚 后来也如理如实地修持 说我们现在有些人 他说 我现在工作的关系不能吃素 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太忙 这样说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上像梁无地那样 整个国家的树林 他也是有机会 不做这些恶业 也有可以治理国家 或者行持佛法的机会 所以我们有些人 全部找借口 找借口的行为 我感觉上是不太合理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 大家也应该发誓愿 像我这样的人 真的是因无学舍 自己都是没有如理如实地修持 让你们好好地修持 特别地惭愧 这一点是不应该说的 但有时候站在这个位置上 也不得不说 总而言之 我们作为修行人 应该如果自己有一个大圆满 或者密法的一些高的境界 你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 这是最好的一种忏悔方法 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你一定要依靠菩提心 依靠皈依 以这种方式来 忏悔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心里面 真的有皈依三宝的心 真的有无畏的菩提心的话 那么这个人在你的来世 根本不会堕入恶趣 这一点是所有诸佛菩萨的教义 或者我们上师们的窍诀 这一点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希望大家修行忏悔 还是很重要 当然忏悔 现在如果有机会 希望能不能在自己 除了自己的生活以外 能不能专门每一年当中 出一段时间来专门实修 如果你每天都是修行 有一定的困难 一年当中能不能出一个月 或者实在不行的话二十一天 再也不行的话七天 我想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当中 你七天应该可以拿出来的 你如果七天拿出来的话 你给家里的人 你给单位里面的人 你就可以说 我要出差 女友等等 可以这么说 然后你自己在别的地方 准备一间房子 好好地依靠金刚萨埵佛像 如理如实地修行忏悔 这样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实际上对你的修行 有一定的帮助 行 那就讲到这里吧 给美 给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